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又到了我们的主题单元了 到了年底了 当然很多朋友就敲碗 要求想要来听2024年的整体运势 所以今天我们就稍微聊一聊 整体的运势的部分 请大家参考你的上升星座跟太阳星座 那么先来给大家做个总结好了 大家很关心的运势的部分 整体来讲我认为2024年 有几个星座全年是很不错的 那么基本上我觉得若要拿前三名来讲 就是没有管说谁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话 基本上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载 金牛巨蟹跟狮子座朋友 2024年是非常旺的 要恭喜你们 当然其他的星座也有一些是不错的 我们在讲述之前 请大家先参考你的上升跟太阳星座 记得2024年上半年 因为这个幸运的木星 在5月26日会从金牛座以往双子座 所以在5月26日之前 只要你的上升或太阳是在土象星座 金牛 触女 摩羯或者是水象星座 巨蟹 天蝎以及双鱼座 相对来讲都是很棒的 所以我会鼓励这个族群 在2024年上半年你要好好的努力 或者是争取机会 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个族群也没有关系 因为5月26日开始 木星就会进入双子座 所以接下来风向星座的族群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在双子天秤 以及水瓶座朋友 还有风向之外的火象 包括了白羊 狮子 以及这个尸首座朋友 在下半年你的运势就会慢慢慢慢的 我讲很多慢字对不对 的确就是慢慢开始在转动变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个别的这个部分 首先我认为如果你是这个上升 或太阳在金牛座朋友 你上半年一定要好好把握 因为你上半年的运气超级旺 你想做什么 我都会鼓励你去尝试 因为在你现在的运势里面 带有一种开创尝试突破的特质 那么在2024年金牛座 其实已经迈向了人生 人生这个新的方向的开始 你过往有些事情 包括你的旧的工作 旧的感情 旧的事情你回不去了 所以上半年老天爷给你很大的机会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得到很好的机会 或者是有好的消息出现 包括了结婚生子等等 这个新的开头都是在帮助你 重新创造另外一个新的人生 请你要把握 再来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巨蟹座的朋友 那么2024年你的上半年 5月26日之前超级旺 你的事业旺 人气旺 赚钱的运势旺 当然你想恋爱或者想结婚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握 因为这个巨蟹座在2024年有个特质就是 你是要在上半年丰收 就好像你的运势就已经像一棵树一样 结石累累 你在上半年你必须要怎么样 开始把这些果实摘下来 放到口袋里 建好要收 不然的话 这个秋天过去之后就进入冬天 冬天不代表不好 而是说因为巨蟹座在后面几年 还有新的运气 还有新的机会 所以你下半年往往是处于一个休息 或是准备的阶段 你必须要重新的充电 当然也可能你上半年很棒 所以眼而优则倒 我觉得走向幕后也是不错的选择 再来上身或太阳在狮子座朋友 今年我觉得你是全年都很旺 你不要不相信 我觉得旺的部分 最主要是来自于你的事业 名声地位 狮子座是非常需要被肯定的 需要被看到的 我觉得2024年就是狮子座天下了 那么试作你上半年在事业运势上面 有很多好的机会 或者是好的表现 你被提升提拔 或者是升官 或是被挖角 或者是在你的事业上大红大紫的机会非常高 你的好的作品 好的成绩会成为你下半年 更红或是名养海外 或是可以利用更大的舞台 做不一样的事情 发挥影响力的好时候 所以如果你是试作朋友 我会告诉你 你现在就应该好好的计划你 2024年了 当然不代表你没有挑战 也许你在成长变化的过程里 你的感情关系 你的合作关系要做调整 因为你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对不对 你要认识新的不一样领域的专家 或者是朋友 自然而然你现有的关系就会调整了 那么再来呢 是这个上升或太阳在处女座朋友 那么处女座朋友呢 我觉得在2024年你是忧喜参半 那么好的部分就是呢 你很多机会来自于外国 远地专业 比方说你有机会外派啦 你可以跟国外的客户做生意啦 你要做国际贸易啦 你要出一本书啦 然后你有专业的人士支持啦 这些都很棒 甚至你想要去开拓新的市场 那当然处女座的挑战在于 你有很多机会去扩展成长 甚至哦 下半年你有可能怎么样 升官 或者是拿到一个不错的位置 也可能跟着你的老板 你的主管一起升 可是当你的职责越大的时候 你就发现人很难搞 比方说你会受到合作伙伴的一些牵制 你会有更多更强的竞争对手 或者是有人来找你的茶 人红是非多 或者你的感情上面呢 也会让你在时间管理上面会有些困难 所以我觉得处女座一定要 在这个人的事情上面呢 特别注意一下 再来是上生活太阳在天蝎座的朋友 天蝎座呢 基本上也是上半年很旺 那么2024年有个特质就是呢 你是跟着人走 跟着趋势走 因为呢 在上半年的时候呢 你的感情合作运非常旺 那它会朝两种可能发展 第一个 你有可能恋爱结婚 生子 或者是有很好的合作伙伴 有贵人提拔 有很多人欣赏你 所以因为别人的关系 你得到更多的资源跟肯定 所以 你发财了 你升官了 你会有更好的发展了 另外一种可能是 你上半年可能怎么 决定分手 拆伙 或者是离婚 等等等 听起来 好像不太好 但是也不是这样的哦 因为你的运势不错 所以呢 你会脱离一些不适合你的人 所以你重新得到了什么 自由 而这个自由会让你有更多的机会 去做更好的发展 有更好的这个时间的投资报酬率 可是这样的分手里面呢 你也往往会得到别人的金钱 比方说这个分手拆伙 会有这个钱的清算 那离婚也会有什么赡养费之类的 所以你是在这方面容易得到一些好的加持的 那么以上这五个星座呢 我觉得在整年来讲都是一个在一定水准以上的 那再来我们来看看 有四个星座在这个2024年是运势是什么 下半年开始有一种翻转或是更好的 就是上升或太阳在这个双子 天秤水瓶还有一个射手座 那么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呢 双子座可能觉得好像不上不下的卡卡的 可是呢2024年5月26日开始 木星进入了什么这个双子座 而且在这一年呢 因为迷惘星也来到了水瓶座 所以呢对于双子座来讲 有很多很多的发展机会 你可能重新对很多事情有了改观 有了这个新的发展可能 有贵人帮助 甚至你有到一些新的地方 新的领域去尝试的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双子座呢在这个下半年 你是这个有很多东西可以做调整的 不代表你就是什么事情都不用烦恼 因为双子座可能呢在目前的运势上 还是有来自于社会压力呀责任的部分 可是在下半年你得到助力增加了 你会有更多的底气 或者是更多机会帮助你 在这个某些专业领域里面得到成长 那么天秤座朋友呢 在下半年我会非常鼓励你去学习 去旅行去看看这个世界 你的世界观有多大 你的运气就有多好 下半年非常适合天正座去尝试不一样东西 你的眼光要放远 或是你要认识不一样的人 那么会带给你极多的这个好的机会 不然你现在可能会觉得 好像生活就是日复一日啦 好像大财小用啦 原因是因为你的世界还不够宽广 可是到了下半年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来了 它会带着你去成长 那么水瓶座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星座 因为呢在2024年 这个1月21日的时候呢 冥王星就进入水瓶了 虽然9月2日到11月20日之间呢 它稍微离开 但是它还会再进去 有11月20日会再进去 所以呢 水瓶座要重新开始 新的人生的一个新业 就好像你爬完一座山 你要进入新的一座山 水瓶座你往往会面临到很多的改变 比方说环境的改变 搬家的需要 或者是被外派 或者是这个有一些新的学校要去念 你的环境改变了 代表的是老天爷要你跟过往说一些 再见了 或者是你要重新开始改变你自己 所以水瓶座在今年有一种完全的脱胎换骨 那这个脱胎换骨呢 可能也会有一些挑战 可是水瓶座你要有信心哦 因为你有很不错的创造力 再来呢是射手座 射手座呢 其实2023年到2024年都很闷 你的闷往往来自于你的家庭 环境 人事 可是呢 到了2024年下半年 哎 木星进入你的婚姻宫 所以呢 可能你的感情运势变好了 你有谈恋爱 或者是结婚 生子的机会 你有出国发展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你有贵人出现 你有新的朋友带领你 哎 去脱离现状 所以我觉得 射手座在2024年的下半年 也是挺不错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 恭喜的这四个星座 你们在2024年 特别是年中下半年以后 你们要开始慢慢的转运了 再来呢我们来聊到的就是你们还没有聊到的星座 包括了这个上升或太阳在白羊座 上升或太阳在这个摩羯座 上升或太阳在这个双鱼座的朋友 好 我们可能刚刚都没有聊到 这几个星座呢 比较特别 怎么个特别法呢 这几个星座呢 在这一年我觉得是一个所谓 打底的这个星座 打底的星座是说 你们可能在半山腰了 或者是快靠近半山腰了 你们的努力是有成果的 但是在这一年 你们更需要强化自己 因为你们自己的底气 或是能力越强 你后面的运势会越顺 对于上升或白羊座来讲 今年你的财务是有保障的 你有很好的财运 所以到了下半年 沐昕进入你的沟通工之后 白羊座在今年呢 要学会几件事 第一个呢 要懂得怎么样 重新定位自己 做自己 第二个就是 你要善用媒体 宣传 展现你自己的力量 因为可能之前呢 你都比较安静啦 或是别没有看到你的决心 你的不一样 你要讲出来 要分享出来 第三个呢 你有很好的学习运 所以就是一个充电的时候 那再来呢 是上升我想要在摩羯座 摩羯座呢 今年呢 其实上半年是挺不错的 对吧 我们刚刚有提到 那么在这个很不错的里面 很重要的就是呢 你要多参与一些新的课程 你要多玩一下 多冒险一下 今年上半年是摩羯座 展现创意跟冒险机会的时候 你要打破以往大家对你的观念 你要跳脱出以往对你的框架 你会有展现潜力的机会 而这个潜力也许你不知道要干嘛用 但是到了下半年 它可能变成你的工作 变成你可以去帮忙别人的部分 或者是这个你的斜杠 你的兼职 反而有一些新的很好的发展 是值得让人觉得开心的 再来呢 是上升或太阳在这个双鱼座 双鱼座呢我们知道你的这个土星跟海王星 像流年的这个土星海王星在你的命宫 所以双鱼座可能会背负很重的责任 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是一个要成就大家的人 那不见得很快就会看到什么样的这个大的奖赏 或是功成名就的部分 不过这往往也代表你很重要 那么在2024年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呢 你要去利用这个机会让自己更专注 双鱼座常常呢是很有才华的人 可是如果你没办法专注跟自律的话 你的才华常会随着你的这个变来变去就流失掉了 可惜了没有成果 所以2024年老天爷希望你能够专注做好一件事情 只要你能够专注做好这件事情 你就能够有成就 那你这个专注不代表你不能做别的事情 比方说你会唱歌啊会写歌啊会跳舞啊 也许你今年就可以还好的做一张专辑 把你的怎么样所有的学习的才华的整合在一起 但是专注在一个成就上面 那另外呢双鱼座在今年有很棒的家人的运势 所以你花一点时间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手足相处 往往也有可能在这里面得到支持的力量 以上呢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2024年的运势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里面呢听到一些些弦外之音 开始为你的2024年做好准备 我是苏菲亚我们下一月再见